嗨朋友们好 这棵橄榄树买回来已经两三周了 但是它这个生长的状况是越来越差 这个叶子有这种脱落的状况 而且颜色也没有那么绿了 看对叶子的状态不是很好呗 颜色有点发黄而且有点干的感觉 这是有个虫子还是什么呀 看这个叶子 叶子一拿就掉了 所以这干的状态真的不太好你看 这个叶子都黄成这样的一拿就掉了 这个叶子很明显的 这里都掉了都死了这里 这叶子很明显一拿全都掉了 这是咋回事啊 我给大家看看之前长的这个杆呢 你看飞到没有长大还缩了 感觉这个皮啊都是有点皱巴巴的感觉了 处在一种缺水的状态 所以我很焦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之前呢我是每天浇一次水 我就觉得是不是浇水浇的太多了 然后我就开始减少这个浇水的次数 大概两天浇一次水 但是它这个状况也没有好转 我今天就来把这个土挖开看一看 因为我是昨天浇的水 我今天来看一下 到底是不是浇水太多还是浇水太少 看看这个土里边是不是湿的 还是太干了 看这个土还可以啊 看这个土感觉还是比较湿润的 而且我摸的这个土还是凉凉的 也就是说这个地温也不是很高 应该说这个土壤的状况还是可以的 我把后面盖的这个土都挖出来了 然后这里的是这个树之前本身就带的泥土 我看看这个部分是不是有足够的水 这里感觉好像要比这个后面加的土要干一些 但是也不是特别干啊 我让老牛来看一看 看看怎么样 看它的意见是什么 是要多浇水呢还是要少浇水呢 这个表层的土不是特别好带 我要把这个土换掉 换成我这个新买的土 这个应该会好一点 上次我堆的这个土也是 种植土和那个表土混在一起的 但是最表层的那个土可能比较硬 再把它去掉 我再挖开这一边看看 What does it look like? Is it wet under there? I think so I think it looks fine Okay If you put some of this oil on top Yeah Look at this Is it moist? Is it moist? You can try it It feels moist Yeah I think so So It's just having a hard time making the transition I just think we need to put some mulch on top Okay So How much should I water? Once another day or Yeah Or once a day I think every other day Every other day Then that's what I do now Yeah It's moist It's definitely not dry Yeah it's not dry So then maybe we need water a little less But I water less and get worse I don't know I would I would I would just Just do it every other day That shouldn't be too much And then We can see what happens to it I would get an We'll call him And bring him And bring another one Okay Only a hundred and fifty dollars 剛才老妞也來看了一下 她說這個土呀好像 也還是有點濕潤的感覺 絕對是不是乾的 但是也沒有說特別濕啊 爛根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搞不清楚 到底是這個水多還是水少的 可能也是因為移栽了 它有個適應過程 那就先觀察一下吧 我現在呢把這個表層 土給它換一下吧 換一下這個要比較好一點的 表層這個不太好的土給它砍掉 我剛才仔細想了想 這個橄欖樹是昨天澆過水的 現在過來一天了 是這種不乾不濕的狀態 這說明 如果再隔一天再澆水的話 有可能就太乾了 而且我從一天澆一次水 改成兩天澆一次水之後呢 這個樹的狀況變得更糟了 可能還是缺水 而且我在網上查過資料 就是說橄欖樹在夏天的時候 最好是一天澆一次水 然後天氣涼快點的時候呢 可以兩天澆一次或者三天澆一次 我還是改回一天澆一次水 這樣的頻率吧 再觀察一下看到有沒有好轉 因為看到它這麼憔悴下去 我真的是挺心疼的 還是多給它喝點水吧 好了先這麼著吧 把這個表層塗放了 然後澆點水 我再觀察一下 看看這個橄欖樹能不能緩過來 後面再採取對策 朋友們如果知道是什麼原因 也請在下面評論區留言告訴我 非常非常感謝 把這個香蕉樹也澆點水 這個香蕉樹長得還可以 還是不讓這個橄欖樹 先蒸包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Não請我按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观看